同样如果散户不可能饭饭都这么好的 最好就是 你看多些股票 你可能在那里会赚到点钱 坦白说今次中美贸易战 我想对我来讲最大的冲击就是 实际上是有 整万亿人民币的外资进去买东西的 不是小的 即使这个市场这么混乱 又不是很好表现 都这么多钱推进去 那你想想如果我们这个股市明年又升了十几二十个百分比 人民币又稳定了甚至是升了一些 今年我估计是会比旧年 就好 Linda 天 其他的 市内 乐社 家 夜 李不是 日文 早晚 夏เ 早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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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瓶是Sake Moment赞助我们的 知道你来就选择了这瓶美酒 你对Sake有没有研究的 我只懂得喝 Charles说说日文一点 接着他是研究日本股市 研究很多年 他很多client都是日本人 Sake Moment很感谢汪先生 因为我知道最近有人看了我们的节目 去了Sake Moment买酒的时候 提到是威言大意 结果很好招呼 所以如果你们去Sake Moment K11去那里买酒的时候 记得提是威言大意的观众 说不定很好招呼 Charles应该我介绍过 虽然他很少出现 一年去一次两次 两三次 两年两三次都没有 他是对冲基金的 我们都说水哥都叫他 哎呀 大哥那些 前辈那些 他在15年的对冲基金 15年多 15年多 其实他不会说你去年会赢5成 8成那些 他是很稳定的 拉云来说 但是他年纪 那么多年 Albert大概有接近10厘的回报 除了Performance fee之外 是10%回报 跑赢了恒指不知多少 国企 A股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 A股我没有看 应该跑赢了 A股只有3000点 希望应该都可以 所以他是一个很稳定的 你听他说 投资很稳定的 我记得在去年 2019年4月的访问的时候 我记得他说得很清楚 散户经常看着 今天股市加息减息 贸易战打仗 那你经常被人震出来 或者是太高买入 散户应该做什么呢 要是什么都不买 买楼 要是买ETF 要是把钱交给 譬如懂得炒股票的人 就没有乱来 我记得这个是很适合的 就是散户通常都是 很喜欢问那些数字 他说不应该每天看 在瘟言大意 又不应该听过以前的电台节目 还要天天听那些 所以我觉得 你这个策略 我很喜欢 所以我隔了一年 我都要访问他一次 再次欢迎你 谢谢你 OK 要喝光了 今天星期一 录影 港股下跌了差不多300点 又是贸易战 听说中国延迟签第一阶段 因为那时候Donald Trump还可以 又有人说可能是中东问题 是不是这些问题 我都不应该再去问你 so what 这样对你来说 某个程度上 如果只是影响几百点 坦白说我无能为力 我又不是军事专家 也都不是政治专家 所以给不到什么价值 如果我在市场上都不会给得到太有价值的意见 那你都可以理解 其实大部分人 对于散活来说 你听一个跟你听一百个有什么分别 实际上你都没有能力去判断哪个消息 或者哪个看法是正确的 或者是对的 所以我想这些可以真是听一下 甚至乎我自己的建议 越少听越好 越少听越好 倒我米 为大家好 是应该这样做的 集中一点 看一些大一点的长鲜一点 另一个做法就是看一些小一点 就是说你有特别的长处的 举个例子 你知不知道在某个视频里面 点击率很多 有很多人责 就是有一个很小的小朋友 他有很高的收入 是靠什么 他就说他是做一些玩具 或者那些游戏的一个评论 他一个几岁的小孩 这个好玩 这个不好玩 很多人点击他过千万的点击 因此他收入过千万 那你可以理解 就是因为这个是他专业 他天天在玩 跟着那个价值就很高 同样如果散户 不可能饭饭都这么好的 最好就是 你觉得你某一番 他是你工程出身的人 你看多一些工程股 你看有没有多一些的 感觉或者意见 你做零售的 做餐饮的 做铺子的 你就会多一点理解 哪间行锋是上的 哪个转行是行的 哪个转行不行 你可能在那里会赚到一些钱 这个我自己的感觉 所以要不就走到好的一边 就是说刚才说 短的那些不要理了 只是看一些大东西 因为大家都没什么好处的 大家都是估计一下 你自己第一 你自己功力有多少 还有做长一点 另外就是找很细微的东西 你在那里打赢人家 好像打游击战 这个山头我最熟 所以我赢 明白 我两个策略 明白 在现在来说 贸易战打了两年 现在还在打 我记得你是经历过 美国和日本的战 在那场战到现在 你有什么的比较 或者是reflection 其实所以 中美这行的贸易战 我的感觉就没有那么强的 我意思是 我没有个担心的 从这个贸易战本身 我是没有那么担心的 因为我见过日本 那时候日元 差不多在三几年升了一倍 就是由220左右 一直升到百几 最后去到八十 所以对于这个 那时候我在担心 在丰田这些车厂怎么捱 就是今年做投资 去某个地方建了一个厂 三年日元升成这样 你怎么决定生产的过程 怎么安排呢 根本很难做 第二个就是 对比招数 别人加力量程式 和这个逼你全面升值 50%或者100% 那你去看 那个更厉害 第一 第二就是 日本更加依赖美国市场 第三就是 日本上市公司 很多都是出口股 丰田 松下 苏尼 所有都是出口股 那你出口一弱 就整个国家都很不够 但今时今日你看港股 或者中国股票里面 有没有哪一支 很大的出口股 是影响 是因为受中美影响 差不多没有 可以说差不多没有 所以你可以理解 就是那个直接影响是小很多的 所以在那里我是不是那么担心的 但是我想看回 或者一个最大的分别在于 你可以 这个更加长了 其实我很多年都跟你说 中国大牛市来啊 不用想的了 去吧 对不对 那个是其实有个认识 世界是太平的 资金是流动的 所谓国际贸易是会继续的 资金流动是继续的 坦白说 今次中美贸易战 我想对我来讲最大的反省 或者对我最大的 我之前的这个认识 这个假定 一个最大的冲击就是 这个已经不存在了 虽然 虽然 直至到今天 那个进程都还在 中国进入了CMSCI 今年去年提升了 由那个A股 由5%提升到20% 后面还有很多 最奇怪的是 这个债券基金指数 就是Boomberg Boomberg Barkey Global Index 将第一次将中国的债券 加入去 它就应该会成为 它的指数第四大 应该明年 今年年中 至到年底 就应该加完 那就是很大的数 是很大的数 这个所以是有在的 只不过说 之前就应该很顺理成章的 今天就大家要想一想 美国会不会出招呢 包括之前很多人说 会不会打金融战 回到刚才那颗数字 去年流入A股股票 3500亿 人民币 去年流入中国债券 5000亿 所以实际上 是有整万亿 人民币的外资 进了去买东西的 不是小的 即使这个市场这么混乱 又不是很好表现 都这么多钱推进去 那你想一下 如果我们这个股市 明年又升了十几二十个百分比 人民币又稳定了 甚至升一些 其实这个流入会更加大 因为债券的进程还没做完 还在每个月加价 我估计MHCI的那个 也都没加完 现在才二十 是吧 不要说它还要追回之前 我估计去年才五 一年之内加到二十 我估计没有多少基金经理 会狠到跟四倍 除非那些价值的 正常基金经理 看着先 中国又贸易转 你保守一些 安全一些 所以 通常我估计是有一个延避的 所以 我估计今年的资金应该还会来 但是 你的意思是 多过2019 应该有几大机会多过 原因呢 原因是2019年 大家其实 个个都坐在那里 包括我都不好 不好意思 我们收别人的管理费 但是我们平时回去都是看下看下 没什么 所以你可以三点没露影 不是五点 实际上因为没什么 那些东西都不是一些经济的因素 或者什么 而是你很难去掌握得到的东西 一些政治的东西 一些军事的东西 或者是香港的社会情况 那些都不是我们很容易可以做一个决定的事 那大家看着来做 所以 今年我估计是会比去年好的 就是这个资金流向 会比去年还要好 那 问题是贸易战正在打的 贸易战正在打的 为什么你觉得 譬如第一个phrase 我也不知道是签不签到 第二个phrase 更加远 我的reading 我的reading是 好像求和 我帮你买多些东西 买这些买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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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 大家谈 那中国就跟着 那个真的谈判就开始来了 那我估计 到今天你再看 中国是会买多了美国的东西 但税就没有减少 就是中国呢 我给你的东西 我可以让步的东西 我可以让步 我没有所谓 但是你要其他东西 对不起 到现在都不肯屈服 我自己理解是 美国加了你的税 出招都出了 什么不肯屈服 中国不肯再在其他范围里屈服 例如呢 例如知识产权 国企的资本 那个要改啊 这些东西对不起 这个是我的国家的基础 或者我的系统是这样 我的经济网络是这样 我改不了 至少他在这个时刻 是没有什么大事做得到 所以你签的 其实就是中国答应 买多些美国东西 美国就说 OK 那我对比一年多前 美国税就加了 对中国进口 但是 就是资会出了 但是美国没有拿多了 这些东西是中国第一次 5月 老阴在北京回来的时候 已经拿了 就是我自己的感觉 所以北京其实在这些年纪 基本上就不肯让步 我的读义是 这个贸易战 现在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在大选前 美国应该就不会再搞事了 就是对于特朗普 在明年9月大选前 今年9月大选前 他应该是 就是这里的战线 要收收的了 就不开火了 所以给到市场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 他明年才会理新 那时的不确定性又会出来了 但是其实你觉得债那里呢 其实我看到的消息 就是债那里的 包括一些国资的 国资的 国资位的债的 也就是债下的 那种特朗普资的 都会有的 这个你不会感激的 这个你不关注到 其实一直在 怎么说 在外国的外边的媒体 一直都有说的 就是说中国的 那個default rate是高了的 是不是 以破產的數字來說是高了的 特別是對比以前 那其實問題就不是它中國特別高 如果你對比總額 多少萬億 然後有多少default 那個比例呢 其實是很低的 因為它的依存更多了 是不是 不是 從來都是很低的 OK percentage-wise 是的 只不過以前是太低了 為什麼呢 低到是怎樣呢 他們有一個term叫做強制兌換 即基本上沒有出現過default那麽制 有什麽事呢 通常就說 你公銀 中銀 你們做包銷的 那幾百億 那幾十億 你們怎樣都搞定它 即不要給它真的default 所以過去一段很長時間 是沒有出現所謂的信貸風險的 對於大陸的買得債 借得錢的人 是沒有想過這件事的 這個是現在的政府其實是想改的 所以出現了就是 為什麽要打理財產品 理財產品其實很多都是這樣 因為銀行包銷 然後就投資在客人的那些項目那裏 但是那些客人 就是那些存款 互買這個債券的那些人 或者買這個理財產品 每個人想到公銷的東西 其實是安全的 是存款來的 是這麽安全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 應該是現在的監管當局 其實是不想出現的 即是說 你們真的要認真 有些公司要倒閉的 就讓它倒閉了 我估計這個破產率是上升了 是上升了以倍數計的 但是是不是很高 不是 因為說的都是一個 以百分比來說是很低的 當然它的系統裏面有它的問題 即是那些所謂的信貸評級 那些東西和那個破產率 可能是沒有什麽值得的關係 就是 為什麽這間公司三個A 為什麽這公司三個B 計算那個數 破產比率是否一樣 可能看來就不是很一樣 那這些東西是它有個問題的 但是可以頗肯定地說 就是中國的過去的破產是太低的 所以令到你這次看 為什麽這麽多公司破產 是因為過去沒有破產 而這個對中國整個經濟不會有什麽 這個是一個它的結構的改變 而不是一個經濟差 然後公司破產 所以後面還有很多問題出來 那種是我們需要擔心的 是不是 就是其實破產是反映到 後面還有很多公司因爲這麽要破產 然後會拖累整個大經濟 中國那個不是嘛 這些公司一早就應該不應該存在 破產 那既然是這樣便可以破產 而那個比例還未到一個 大家很值得擔心的水平 而你經歷過 喝多一點 你經歷 即你經常 visit 大陸公司 即他們現在經過兩年的貿易戰 你看不看到那個 impact 在哪裏 或者是你的 observation 基本上沒有 impact 我估計那個 你沒有喝的 有 絕對有 我拿來的目的是想你講真話 所以叫你喝多一點 我喝多了會講假話的 所以喝少一點就對了 第一 我們看他的公司 坦白說很多都不是出口的公司 明白 所以你都聽不到些什麼 明白 反過來 你身邊的朋友 他們做廠的那些就更加清楚了 因爲他們才是出口的主力 And 譬如我問東莞的同學 朋友 是啊 怎樣 就是感覺如果他有出口美國的 那他們就可以很頭痛了 而這班公司坦白說 我又發覺 舉個例子 紡織品那些東西 早就走了 即不是現在這兩年的事 是 紡織品是因爲中國入了WTO之後 其實已經沒有了關稅的優惠 甚至有關稅的蝕底 即很多就去了越南 因爲越南和日本美國是零關稅 去歐盟那些都是特別低的關稅 而中國反而可能還有一些關稅 所以整體上你看得到 紡織就一度走了 不是很受今次影響 鞋廠那些一早都走了 那留在那裡 換句的那些 低技術那些 現在換句一早都沒有了 可能今次我感覺最多是五金燈 加斯 加斯看哪一類 即有些金屬件 有些皮 有些不同的東西 那這個中國規模夠大 它那個優勢是明顯的 小家電這類東西 中國的優勢還是很明顯的 你走去越南 沒有人提供這些金屬件給你 到諾 到這個那樣 那你的競爭優勢是不大的 它是便宜勞工而已 但它沒有這些質量 沒有這些東西給你 你又要在中國運過去 那你不就是白祖 因為反過來中國運過去的成本 或者那邊的海關圍欄理 所以它這些轉運就會很小心 轉變它的生產基地 所以我可以說有個很明顯的情況 就是上市的公司 你真是見不到有什麼受影響 你說對於廣東省有沒有影響 是應該是有的 有一定的影響的 但是是不是帶到又真是很不行呢 我想個別公司 如果它譬如有三分一出口 一半出口在美國的 那它現在就很頭痛了 它們可能應對的方法就是 有一部份轉去台灣 譬如是台灣創的 將一部份人搬回台灣 一點半去墨西哥 就是出口去墨西哥 轉去美國 即是做一些這樣的 re-rooting 可以這樣說 那各司各法 各司各法 那是複雜了 但是是不是真的 對於這些公司 是不是這麼 對中國經濟是否這麼差呢 或者是這麼致命呢 我估計就不知道 你喝完之後 我再跟你做第二集 下一集 我會跟Charles說什麼呢 就是他自己的基金 怎樣部署 2020年 未喝完 麻煩你 2020年 他會專注什麼sector的股份 下一集再見 剛剛看完節目了 這麼精彩 不如快點訂閱我們的民眾財經台 多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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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